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生育, 要尽早计划 還說要生, 可以生成五個 你又會不會呢? 是嗎?是嗎? 馬漢才不來 他五個就太盡了 我又不是很喜歡 我覺得太多了 因為始終都是自己一個人照 不生, 到現時為止 我們都覺得非常正確的選擇 見見到自己, 走 一、二、三 當時到了第五個 其實我可以的 因為第五個、第六個 其實我也可以的 究竟生得多 是增加煩惱 還是帶來歡樂? 拍攝 沒有 那杯也好久 兩個 是飛龍 三點二十塊就離開了 是嗎?請問… 是嗎? Golbert是五個小朋友的媽媽 朋友形容她是超級媽媽 他們覺得匪而所思 或者覺得不可能 我的人生沒什麼難 所以… 我… 我真的不覺得困難 Joseph,你有沒有覺得困難? 五個 沒有吧? 是 五個子女,加上兩個工人 一家九口,住在八百尺的單位 之前裝修了整個家的空間 讓他們大動動,是嗎? 我有一個雙鏈單位可以打通 但我們最後決定不這樣做 大同小都是這樣生活的,是嗎? 我不想他們有一個很奢華的感覺和心態 如果有五個小朋友的家 其實我想都一定要有一定的條件 原因是像我這樣,我去超級市場 我買,別人買一個小薯仔 我要買五個小薯仔 相對是盤增了 我最大,我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 有弟弟妹妹都不是一個壞處 有時候如果你有幫助,他們都可以願意幫你 有時候也會有發揮 我之前和Enoch的嬰兒睡覺 他每晚都哭,當然睡著 塞著耳朵 是嗎? Gobetz和丈夫Joseph 本來只是計劃生四個子女 當知道第五度懷孕的時候 兩夫婦都掙扎過,生還是不生 我老公也有點覺得接受不來 我想最主要是時間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牧者跟我說 她說,你想你的困難是大 其實你能夠跨過的 當現在走到已經睡了幾歲了 我覺得,是的 原來其實照四個和照五個 差不多 好似Gobetz多子女的家庭 在香港越來越少 根據統計處資料 在兄弟姊妹中排第三及以下的嬰兒數目 由1990年的16.5% 跌至2014年的8.3% 她要享受世界,前後推她就行了 Gobetz本來是在職媽媽 小兒子出生之後 她決定放下做了十年的工作 她又來了 我在稀稀一歲的時候 我覺得我想要回來照顧自己五個小朋友 做全職媽媽最想要關顧他們的品格 我覺得這可以取締 因為不會讓姐姐幫你教導 亦不可以单靠学校教他们 一些待人接物处事的方法 由自己去灌输正确的价值观 是很重要的 我有三个女儿 一个六岁 一个三岁和一个三个月 保英是全职家庭主婦 一间五口住在深水堡区 这个百多尺的套房 三个女儿的活动空间有限 最重要是厨房太小了 很迫的 像我大一样写个字都要迫来写 好 现在好 在路 我们全职人就想生一个儿子 生下生下生下三个女儿 其实很恨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不过没办法 这不是理想怎样就怎样 小朋友就是打仗来的 我大那个有时会帮忙的 有时会说他很乖的 有时在家和妹妹欠东西 我就会骂他 你呀 老师又说你很乖 我们走了 拜拜 好 véu 也有这个准备的 就是生多胎 是儿子是女儿也是这样的 虽然辛苦点 没有人帮忙 但是看照儿子的 现在的阶段也可 其实我觉得三年一个 三年一个都不是很难看照 虽然说 时间全部放在儿子身上 但都可以了 我覺得應付得到 寶英特地幫個大女兒 選這間全日製幼稚園 學校七成家長 都有兩個或以上的子女 我們這一區 可能有部分家庭 都是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她們也不會有能力 去請到姐姐去幫忙照顧 全日製幼稚園很實際地幫助家庭 例如多生子女的家庭 媽媽可以把她們的小朋友 放在全日製幼稚園學習 她就有多些時間去做家務 或者去照顧另外一些小朋友 可以減輕到她們照顧子女的壓力 另外也可以幫助雙職父母 讓她們安心地在外面工作 不過區內這間幼稚園的 全日製學位供不應求 這個學年有五百個學童 輪候三十幾個學位 寶英第二個女兒 九月開始入讀幼稚園 但是進不了全日製學校 她唯有辛苦一點 分開上下午接送兩個女兒 早上送完大腳 下午買完菜, 煮完給她吃完 又要送個小腳 又要抱著這個, 挺辛苦的 當自己減肥吧 其實我的身體就是這樣 來到這裡 我們買完菜就回去了 我們要喝奶了 知道嗎 其實我們在貓貓 過到日子就行了 開支又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全部沒有魚 奶粉就不用買 最主要是用片 放在小朋友的開支是不會很多 反而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儲點錢 帶一下去海洋公園 不過一年一次 不會說什麼 在這裡 姐姐來了, 你看到嗎 我去到很遠的地方 我沒想到這麼多 我通常都在附近公園玩 最多的 小朋友在家裡 雖然說吵 但氣氛很好 不會說正雞雞 有時候 一、兩個去關心你的話 或者 你會覺得很值得 真的很開心 你睡著了 才可以休息一下 有空間 有一點自己的空間 通常… 一天休息根本沒有 不是顧這個就顧那個 但我覺得 時間就可以填滿它 你不會想那麼多 是 不會休息什麼 好像別人 休息這個, 休息那個 我就不會休息 要想家庭歡樂而安寧 兩個寶寶就剛剛好 再生下去 找到也不夠養他們 七、八十年代 家計會曾經推出深入民心 兩個夠了數的廣告 鼓勵家庭折肉 兩個已經夠了數 這次新推出的廣告 大唱反調 說如果有計劃 可以生夠五個 廣告被輿論批評 和現實生活脫節 現在今時今日 不會有一個指定的指標 叫大家要生多少個 我想這個跟剛才開始的時候 我們說六、七十年代有少許不同 廣告引起社會廣泛迴響 家計會就說 已經成功令夫婦有反思 我們會有少許覺得遺憾 就說好像香港人 將這個生育 這個應該是很重要的課題 放在人生規劃下面 很後的一件事 或者放得很低 到他發覺那個緊要性的時候 有時會遲了 所以我們不怕市民覺得 我們說那套話 究竟是否適合他 其實我們都是強調 是每人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鼓勵香港人去生育 我覺得政府要多花多點工夫 不是就這樣做 是一個廣告 第一個感覺是 叫我們多生育 就是每個純粹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說我深入的 就像他所說 這個都是每個人個人的選擇 叫你們好好計劃 但是相反而言 可能你越計劃得多 你就越不敢生育 Ringo和Iris兩夫婦 選擇不生育小朋友 原因是 對香港的社會環境 和教育制度沒有信心 考慮的是 其實他在這個地方成長 他會否開心 每天的時間表都要排列得 密密麻麻 那小朋友是否開心 或者作為家長 我們是否開心 社會已經不同了 跟以前那一年代 你不可以這樣比較 人所追求的東西也不一樣 以我個人一己之力 或者我和我先生兩個人的力量 是不足夠去抵擋現今社會的現象 我會擔心 所以我寧願 我不玩 我放棄這個遊戲 我覺得也是一個 小小的無聲抗議 對於現今的社會環境 是否很強迫 很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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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小朋友 四座小女孩 對… 他們大部分都是一些 本身是無家的動物 我自己覺得 既然牠已經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我有能力,我就能幫到牠們 養小朋友和養狗當然不同 養人 希望牠可以成才 可以做一個好人 但養狗是簡單很多 他們只需要乖乖地 不要咬人 看到人不要亂肺 其實我們的要求 是容易很多 香港的出生率不斷下降 根據統計處的數字 1971年 每名婦女 平均有3.46個子女 到2014年 已經跌到平均只有1.23個 我父母是一個兒子 但她這方面 她沒有給我壓力 我想她也想我自己去選擇 其實要不要小朋友 都是好看個人自己的取向 都是選擇自己最適合的生活方式 越來越多夫婦 選擇不生小朋友 但是生了五個子女的 Golbert和丈夫Joseph 就很明白養育子女 要勞心勞力 這些就是… 快點… 問問哥哥 有哪些是不需要的 才會放進去 這個 為什麼 你總會每一天 會面對很多她們的突如其來 令你不開心 或者看不順眼的東西 我拿了全部 拿了全部 我們選擇三個 你過來 不行 不行嗎? 即是一個都不要嗎? 好, 我們看看哪個最漂亮 我們先打開它 不行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是鬧 或者一開始就已經是火爆了的時候 其實她不會再跟你說話 她也聽不到 一個家裡就變成一個 炒炒鬧鬧的家裡 不會有進步 那一刻可能她 她還沒能夠… 有些情緒她還沒能夠協助自己 但是當你再跟她說一次 其實我覺得已經訓練到 她們是一個明理的人 其實是能夠處理的 Emma, 你們一起吃東西 快點 要有五個小朋友 而也可以教得好她 一個真的不行 一定要父母兩個 都有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想法 和性格各樣都有些補足 其實才可以安排到 我覺得其實都是學習當中 一定是不完美的媽媽 不完美的爸爸 她想寫碼 你給寫碼 你看看 這個太大 這個太大 你試一試 這個對 你去試一試條褲 衣服來自己決定 除了你穿 我都挺煩的 我都真的挺煩的 我都明白 你喜不喜歡開學 喜歡 為甚麼 我只留在家看電視 像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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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yes 我覺得開學最煩 為甚麼 因為開學 你又要買校服 又要來很遠 五個小朋友 四個開學 其實每一次的學期開簽 我就開幾十張支票 接著就開很多的通告要簽 其實那些都很費神 要去處理 是 九七幾多 九七七幾 通常我姐姐可以自己做 中間兩個小二和小一 比較近 因為他們很多時間 未必自己處理 要兼顧五個子女的學業 需要不少時間 但高畢很認同 求學不是求分數 他說自己 不會花很多時間 催谷他們 我就會想發掘他們的才華 發掘他們的能力 當一個人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他去 在那方面努力 其實是事半功倍的 是他一直說 剛才我很想學這個東西 都說了一段時間 但我不會一至五都有東西學 排到密密麻麻 老師都有便宜和貴 都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我的選擇是趁家裡的活動範圍 就是我住在我自己的家裡 活動範圍附近的東西 就算很遠很遠 其實因為我要照顧五個子 我沒可能去旅行很遠 去到上一堂 生兒育女過程又苦又樂 要鼓勵夫婦生育 社會要提供一個怎樣的環境 香港年輕的夫妻 我想他們所面對的 很多調查各方面都已經有說 時間不夠 生活壓力大 經濟、房屋的問題 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有時我們都見到 有些準夫婦或者準父母 他們來到 我們都提醒他們 其實是要考慮這些 才去生小朋友 如果他們本身是想要小朋友 社會可否提供到一個環境 令到他們感覺沒有那麼多障礙 那麼多限制當中 而我們去生一個小朋友 其實可能將來要受苦的都是他們 如果有老人家 其實我有很多同學 都是有老人家照顧的 他們生幾個都可以的 如果夫婦的關係都可以融合 願意大家都投放時間 在小朋友裡的時候 生多過一個一定會好 我們一起去生日